韓風雜港, 鑽入屁頭的時候 很容易凍涼的 讓我讓你們溫暖教大家 如何睡一個暖暖暖的教 暖完身要暖逃 熱辣辣的廣東點心就有西式食材 馬上開始, 流行都市 現在跌了幾度, 真是很冷 現在穿上暖暖的鞋就好了 對, 不過越晚就會越冷 今晚不知道會不會睡不睡覺 又冷又睡得不好 很容易病, 趁要看醫生 我們趁還沒凍病之前就問問醫生 朱醫生, 麻煩你 朱醫生 你好, 兩位 對, 很多問題要問你 其實天氣突然冷了這麼多 是否有些人不適應 會對身體有什麼影響? 對, 第一, 會令我們的抵抗力減低 另外, 譬如有長期病患的朋友 或者長者的心臟、血管和肺部 也有時候會出毛病 有人說, 如果你睡覺時低一度 免疫能力就會低30%, 是真的嗎? 每個人的跌是會有不同的 但我們本身正常體溫是大概37度 我們說是中央體溫 但如果我們… 因為我們身體所有正常功能運作 都要在溫度上 但以醫學研究證明 如果我們溫度開始跌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我們的蛋白質、滑藥能力都會低 所以如果在那個時候 你再接觸到病菌 例如流感病毒或其他過濾性病毒 你都容易病很多 如果天氣真的很冷的話 是否會出現低溫症?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所謂低溫症 就是我們無法保持身體的正常溫度 當這樣的時候 我們身體裡的器官 所有幫我們傳對訊號的蛋白質 都開始會運作不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出現那些 累、暈、無力的情況出現 如果再不糾正的話 其實可以甚至有器官衰竭 甚至死亡的情況 朱先生, 很有趣 例如睡覺時 一入皮鬥裡沒有東西 但越睡就越冷, 為什麼呢? 當然, 你平日在動的時候 身體其實正在製造能量 到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的活動能力… 活動情況實際上減低了 所以小能量出來 小能量出來的時候 就全靠你的衣服和皮單 幫你保存的熱量好嗎? 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保存稍微差一點的時候 到半夜的熱力已經消失到七七八八 你就開始覺得冷 原來如此 不行, 我一定要找這個解決的辦法 要暖粒粒睡個好覺 冷凍 大王, 你在嗎? 對了, 你這麼薄學多才 不如教我們天寒地凍 怎麼可以暖粒睡個好覺 不過我覺得今晚睡覺 一定要用暖水袋抱著睡 也好, 小心暖水袋漏水 我們打算今晚能蓋上幾張皮 也好, 但小心皮太重 擲著的人不舒服 不過我覺得一進去皮是最冷的 好像躺在雪櫃裡一樣 不如請你好姊妹來用你睡 你的皮袋讓你進去睡吧 我不會, 我不會要你幫你 如果你不想求人幫你弄亂皮袋的話 可以找它, 把它放在床褥上面 暖了之後再睡上去 記得不可以把它當成皮蓋 開始暖了 鮮靈欲熱 解決一個合適自己的溫度 那我睡前又調教到一個行溫模式 或者是時間制都可以了 很期待睡覺的時候暖粒粒 是啊 你也有一個房間的溫度合適 而且要足夠暖才行 我最怕冷了 腳冷我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一回家就會穿著襪子 我最怕是頸涼 因為頸涼的話, 全身的眼睛不舒服 我就會纏著頸巾 宋芝琳, 我提醒你 頸部一定要注意保暖 如果頸部不保護, 就暴露空氣 還有頭部, 你有頭髮 手就擦蓋了 是呀 對…人們說要全身暖 首先要由頸部開始 頸暖就全身暖 你怕冷, 遲些天氣再冷 你帶它出去就行了 好呀, 好呀 睡覺要注意保暖 朱醫生, 我們穿什麼衣服睡覺 原則是一些鬆的衣服 因為睡覺去到處去 如果本身緊 可能會很緊, 反而影響氣循環 另外, 物料方面 順麵 那些都是讓我們舒服 又可以足夠保暖的 如果比較怕冷的朋友 可以多加一件再鬆一點的 外面加少許藥霧 那些會舒服一點的 如果真的很怕冷 穿上一雙襪或加暖包行不行嗎 說是好的 其實很多長者 或者慢性病患者 特別是血液循環不太好 客肢的血液循環不太好 其實一雙襪是好的 保暖的說 但要小心不要緊 要是鬆的 否則會凹凸 反而影響了血循環 暖包其實我們很不建議 因為暖包其實那個 碰住的位置 它的熱量一直輸出來 碰住的位置受熱挺厲害的 其實是可以燙傷的 還有一種你摸起來好像不太熱 但當你要長期接觸皮膚 我們一種叫低溫抗傷 其實可以令皮膚損傷得很深 所以那個是一個相對危險的用法 但是我們蓋的那張皮 是不是越厚越多就最好呢 當然了, 全捲著 好像紫菜卷一樣 我就會喜歡加幾張煎 或者再蓋一個很厚的魚絨皮 那就暖沙了 朱醫生, 究竟怎麼樣 其實原則是對的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經常很冷 如果是冷凍的時候 過去做個垂袋可能更好 因為旁邊不會有漏風 但是物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一般市面的棉、絲、羊毛 其實都有足夠保暖 當然要看它的厚度 但因為皮的保暖 很講究中間的空氣有多少量 所以有一個反應很重要 大家的朋友用得多 你有空要動一下它 因為要動一下它 增加它那個纖維裡面的空氣量 更加可以保持保暖效果 但我的姿勢要正確才對 我很快睡, 什麼姿勢最好呢 當然是捕著睡 抱著枕頭就捕著睡 保持熱量在胸口裡 我的手腳腳腳很冷 我會放在身體最熱的地方 譬如像頸部一樣 這樣怎麼睡覺呀? 畫豬身 這種人就是睡前而已 他有意識的時候 去幫自己暖 但如果你睡著了 大家會動了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你周圍... 到處的皮的足夠保暖 其實什麼姿勢都沒有關係 但是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睡著了 其實我們人仍然會有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感覺冷的時候 你有時候身體真的不知不覺會捲起來 捲起來的時候就要減低我們身體的表面積 讓它散熱不會散得那麼厲害 所以如果它整天晚上捲起來 可能真的不夠暖 那究竟我們睡之前吃點熱的東西 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完全沒有, 這是假象 我聽人家說, 睡前喝點酒 喝了酒會熱的 整身都熱了, 去睡覺, 可能不是不冷 朱醫生, 吃東西有沒有幫助? 喝一點點的暖水、熱奶、巧克力 會一定幫助, 因為放在中央的體溫 但酒精真的不建議 因為酒精反而令我們的表館擴張 是鼓勵散熱的, 保留不到溫度 大家留意醫生的意見, 注意保暖 張哲文, 不只是穿衣保暖 裡面也要暖 當然了, 醫生也建議我們喝熱的東西 像是熱朱古力、熱奶、熱湯 我喜歡喝熱柚子蜜 有時候加水, 有時候加茶 加茶就加熱柚子茶 我喜歡喝水喝茶 這次正好, 已經準備了一些茶 給大家喝了 所以… 你也要幫我加點水吧 你加水, 你看看我… 你先看看我這杯 我這杯就是一條海豚 嗅嗅 是綠茶, 有甘骨味 還有漿果味, 還有一股杏仁香 我這鯊魚, 挺漂亮的 顏色, 紅包包 我剛才喝了一股蘋果和玫瑰味 我這個就是一個海豚 好像在這裡油緊, 自由自在 喝下去呢 這個有洋甘菊和檸檬草的味道 我這個有趣, 是瓶沙 它很香, 煎茶來喝一口 我先看看, 甘甘的溫度剛剛好 蔡公子, 邪文鮮的水溫 怎麼才是剛剛好呢 不過有些月水壺除了熬水之外 還可以保溫和行溫 還可以選擇自己適合的溫度 想有多暖就有多暖 我要的東西呢? 我要的東西你也未必能帶來 幹什麼?真的上來看風景嗎? 給我一個機會 怎麼給你機會呢? 我要的東西, 你們嘗嘗再說吧 志文, 你這杯叫Spicy Cloud 是不是有點辣? 甜甜的, 真是辣的 它裡面有奶椒, 玻璃, 紫蘋 還有青瓜, 是否很清新? 很香 這個喝完之後很熱情 就像有人一樣, 這杯叫Parsalic Dance 裡面有熱情果橙汁和麵酒 不如我平時很想跳舞 我除了想跳舞之外, 還想吃東西 可以去吃東西嗎? 可以的…一起去吧 可以的, 一起去吧… 起不高身 你胖了就是減肥吧 我們先吃前菜吧 但我要介紹一下 平時… 我先吃這裡隔著, 行不行嗎? 我要叫你們感受一下 平時我們吃避風塘炒蟹就多了 哪隻是避風塘炒茄子 我以為是蟹, 我沒看錯 但這是蟹柳 我以為是豆腐 真的咬下去不像吃茄子 那種感覺 很好 對 平時避風塘炒蟹 上面的屁股是炒蒜 是… 這些用了櫻花蝦 所以有一點海鮮的味道 對… 炸的通常可能會比較油膩 有角度很油膩 因為茄子不會吸收油 因為在炸之前 有個炸皮包著茄子來炸 隔著茄子和炸的油 就不會吸收太多油 我把湯給你喝, 好嗎? 試試湯, 好嗎? 這個要趁熱喝 是 反而很漂亮 這個龍蝦湯還要加了 螺頭片和花膠 放進去 花膠很大 所以會有海味味 花膠很大 是嗎? 但它的融合, 究竟搭配嗎? 其實大家都是海鮮 應該不會太適合 裸片和花膠這些都是漂亮的 喝起來是龍蝦湯的味道 我一開始會想 會不會有中式的感覺 就不是能給你中式的感覺 完全是西式的湯 有中式的材料 這是龍蝦湯 對, 龍蝦香底 龍蝦的香味很出色 還有什麼呢? 龍蝦油 是嗎? 這些嗎? 龍蝦油 首先有油 還要加龍蝦殼和龍蝦味 一起熬成 對, 龍蝦的味道 會提出的鮮味 我覺得龍蝦湯很增加 因為加上香朗和花膠 我還沒吃過花膠, 行不行嗎? 這個湯很清爽 花膠和龍蝦湯合嗎? 合… 好的, 所以以後來熬吃花膠 想拿, 不用一定煮雞湯底 煮龍蝦湯底也可以 但是你會煮龍蝦油嗎? 買就行了 買就行了 有得買嗎?我沒聽過龍蝦油 有得買嗎? 師傅有得買嗎? 比較少有 買一瓶給我, 麻煩你 先吃點心好嗎? 好, 點心 我有興趣 先吃這個 對, 我先吃這個 下面有火燒燒燒燒燒 你不如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 志文、Logan, 這個是蟹糕 加鵪春版加清酒 是一個秘製的蟹黃漿 在兩分鐘內要這樣攪拌 對… 旁邊這個就是蟹肉的米網卷 其實這個一直煮沙徑 一直這樣吃也挺好吃的 它本身裡面已經有了 對, 就是了, 不用點其他東西 就是慢慢放在蟹裡 這樣加上去 加上去, 來… 可以再加多一點嗎? 這麼貪心的人當然要多一點 好吃, 真的好吃… 但是我想拿著吃 很香 很香 蟹味… 好像在吃一隻蟹 但是一見一口 很香, 吃得很香 蟹蟹 真的好吃 米網卷很美味 吃得很迷惑 不然只有一層, 我吃了一口 它中間還會隔著一點空氣 因為包了很多鹹 猜猜一下這個味道 這個南瓜 很香 外表是南瓜 但其實我們平常吃的鹹水果 很漂亮 橙色的加了甘蔥汁 比較甜, 黑色的加了竹炭粉 裡面平常吃的鹹水果是豬肉 對 這是西班牙伊比利黑毛豬 就喝了 對, 做了鹹水果 對 做了中式, 都喝了鹹水果 它做了鹹花蝦, 很香 很香 看見沒有偷工演好 對 所以比利豬 平常吃鹹水果… 我吃那些很硬 要不就硬了 很硬 要不就軟了 會拍到鹹花的上角 你會吃到它的煙韌 但外皮的脆脆 這是蝦餃 這是蝦餃 真的是蝦餃 賣相片很漂亮 而且黑色也是用了燥炭做的 但是它做得像金箔在上面 但我喜歡吃點心 為什麼 點心可以一次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這個蝦餃有多了鮮味 為什麼 因為它加了剛才的湯 其中的飛劑龍蝦油 吃蝦餃, 怎麼可以沒有燒賣 你別以為平常燒賣 上面加點蟹籽 把蝦餃放進去, 已經很聰明了 對 這個黑魚子 再加什麼? 你猜到是什麼? 海膽 沒錯 它是否上面是燒的? 對, 因為它有輕微的 辣一辣, 甜蜜味 我平常吃燒賣的感覺很不同 因為海膽融了整個… 因為進口了, 整個燒賣 而且它上面的魚子 還可以帶到燒賣有點鹹香味 你說的, 三文魚子 鳳眼餃, 像鳳眼一樣 這個綠色是用菠菜做的 這個是用竹炭做的 白色這個呢? 白色是用普通皮做的 好, 看 好, 這是什麼餃子? 這是什麼餃子? 鳳眼餃 有很多湯汁, 感覺到很豐富 很豐富 很難吃, 先吃一會兒小心 好 很滿足, 但不夠, 還要多吃 招絲腐乳通彩? 不是, 是藍芝士通彩 我沒試過 將腐乳轉成藍芝士 藍芝士 平常大家都經常吃腐乳通彩, 是嗎? 對 很有趣 很有趣 吃下去的感覺是有一點… 我們平常吃腐乳的感覺 但是吃下去的腐乳味就消失了 轉來變成芝士的味道 聞起來有很厲害的芝士味 對, 很厲害, 很強 這個呢? 這個也很特別 是什麼? 對, 看起來很像飯 這個其實是米形粉 即是芝士的, 但是米形粉 我也買過這個煮給兒子吃 是嗎? 是嗎? 是因為他不吃飯, 你要買其他 對, 沒錯 你經常要… 芝士的味道 轉, 是嗎? 他小時候不吃這東西, 不吃那東西 買不同的東西, 哄他 這個我也買過 這個很有趣 對, 你好像在吃飯 對, 真的好像在吃飯 但其實那是芝士 對, 很有趣 對, 是用了麵形粉 都會吸收它的醬汁 加上上面還有一個黑醬汁 會令它更濃郁 對 想喝一口茶, 你知道嗎? 解一下膩也好 這個我早有準備 你要的茶就在兩杯裡面 這個是有茶的酒 我這杯是中式的 有蜜糖、薑和威士忌 很漂亮 我喝到裡面是Earl Grey的茶 即是白鳥茶 再加上瓶酒和黑莓 為什麼我才知道是黑莓呢? 因為很大的黑莓 那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瓶芝 就是這樣的茶 真的叫瓶芝 但很好, 因為它很配合、很配 所以酸酸地吃下去, 開胃 這個就是抹茶茶 什麼… 抹茶 抹茶 對, 抹茶茶 抹茶茶 對, 抹茶茶, 有奶 還有大白泡 喝得像喝完牛奶的嘴巴 我最不喜歡的這種 我最不喜歡的這種 你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挺容易入口 因為你知本身的威士忌 很爛, 很鎖 很鎖, 挺鎖, 但加了蜜糖 我看起來好像很好喝 但有一點薑呢? 因為它也有薑, 但我心情不好喝 我要解釋一下這杯東西 謝謝你 很香的抹茶味, 很好 裡面還有空的 我想說, 我們這樣喝一下 我又很想去天台看風景 享受一下 我也去吧 好… 你不去嗎?你一起去吧 走… 我鼓勵你去 我這樣嗎? 去吧, 看風景… 鼓勵他 這樣就好了 他走了之後, 可以慢慢在這裡享受 其實蟹肉米網卷真的很好吃 我最喜歡的就是醬 蟹味又濃, 有清酒的香味 但兩樣東西合起來 又不會比大家的味道 不過我喜歡熱情果雞尾酒 酸酸甜甜也挺清新 最重要是你介紹, 你來的 斯文, 你說幾道菜名 我就知道你顧著誰 這樣嗎? 羊腩煲 你顧著三姐 芋頭餅 也是三姐 真的嗎?我這麼顧著它 菜嗎? 對… 什麼? 三姐 三姐 還顧著菜嗎? 我也顧著你的 不用顧著, 怎麼又這樣呢? 回來啦嗎? 回來啦 今天煮什麼? 今天煮芋頭辣味芽餐飯 這麼大的芽餐? 要煲仔而已 什麼煲仔? 現在我不會讓你說我殘忍煲仔飯 芽餐飯叫做… 漂亮… 沒錯, 芽餐飯 米洗了, 浸一浸 芋頭放進去 飯要浸過夜嗎? 不用, 浸一會兒 就這樣浸一會兒? 對, 浸一會兒, 不錯 好, 倒水進去 好, 倒水怎樣呢? 怎樣預算? 我現在正在教你, 這麼心急 過了飯面, 大約半吋水 為什麼你又加芋頭上去? 好吃嘛, 是 為什麼今天有你呢? 好看嘛 謝謝 明白嗎? 謝謝 他打你的巴, 又吃你一口 這樣就拿去煮 好, 煮多久呢? 現在要煮 你可以了, 煮至它滾 然後你看到它, 差不多收水了 我們放辣味 看不到有水 對, 因為辣味容易熟 所以看不到水就放辣味 好 Kibi, 但我已經聞到一點香味 我們預先在煮 這麼聰明 你教我們做什麼? 好, 教我們做什麼 做豉油 我們先看看這裡, 好嗎? 好 對, 已經很漂亮, 一粒粒飯了 很香, 對… 看到嗎? 一粒一粒的煮飯 最漂亮是這樣的 這樣可以嗎? 還可以, 還要焗的 讓你看看 這幾個是蠟腸 蠟腸 蠟腸 蠟腸, 這是蠟肉 好嗎? 三個 蠟腸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蠟蠟蠟, 蠟蠟蠟都可以 你看熱, 你是否熱 我不怕, 我和肥子骨 好 好 但是這樣最重要 再焗一下 再焗一下 但是用一塊布 為什麼這樣? 不要讓它走氣, 讓它傳氣 根本就是很小氣 再缺點, 是嗎? 好像你這樣 不, 我想說你 塞布了 對, 塞布, 沒錯 讓它傳氣慢慢焗 飯就好, 好嗎? 好 大概要看火, 什麼火 現在要小火 很小的火 很小的火 不怕焦嗎? 不怕 這個時間我們也可以這樣 側一側 有空要燒一下這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嘗嘗那邊, 沒錯 好… 這邊我教大家做個煲仔飯豉油 豉油可以買, 要怎麼做自己 當然, 生姐做, 美味很多 Gibby, 我原來很喜歡你 對, 是你經常不理我 因為有煲仔飯豉油 他經常疼理, 要自己做 當然了, 要自己做 我幫你開火 你拿油給我, 我要讓你開火 就是, 我又不準備 關小火, 記住, 不要這麼大火 好 好, 待會兒一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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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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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煲仔飯要這樣 即是不停地煮 讓它更均勻 就是睡覺的嗎? 有空就轉在這邊… 不是, 我很定當, 我不像你這樣 好, 是嗎? 到處反來反去 今天醫生教我們要有空動一下 好, 爆薑 現在放大一點的房間 我們要豉油香一點, 更加漂亮一點 然後加乾蔥 我想問, 這次你做的啞餐飯 對, 啞餐飯 啞餐煲… 啞餐煲也可以, 啞餐煲也可以 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就是現在我教你煮豉油 就是豉油 教你怎樣煮好飯 對, 煮豉油, 還有… 對, 特別我覺得這個鍋夠大 可以多人一起吃 對…沒錯, 不像他那樣 煮小的煮豉油, 自己吃 對, 只要給自己吃 沒錯, 你問… 這些叫做自私飯 在你整個臉 不好意思, 口水噴到你 真是自私飯 好… 最重要是要吃小的火 接著要吃什麼 全部關掉, 好 說到煮小飯, 重要的是飯和煮 三姐, 大煮好還是小煮好呢? 大煮和小煮都一樣 只不過你選用什麼煮, 是嗎? 如果要煮小菜, 就用這些煮最好了 是 如果用煮小飯, 就用傳統的啞煮香 啞餐比較好嗎? 對, 沒錯, 啞餐比較好, 沒錯 我…我喜歡吃飯焦 有小貼士嗎? 有 我知道, 煮久一點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 很淺, 焦了 對, 但你烘焦時有飯焦, 是嗎? 你吃飯吃了之後 你煮好上湯也好 或者你喜歡吃茶葉也好, 用茶也好 你放些芫荽、蔥或菜寶 放進鍋裡 然後滾湯就倒進去炸一聲 就骨氣了, 這樣就很棒了 為什麼飯焦會比較香, 沒那麼焦呢? 三姐 你不要煮太久, 就沒那麼焦 但你聞到它有飯香, 它就有飯焦了 飯就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就去炸一道菜上去 好, 煮仔飯, 還有一些菜去吃 沒錯, 因為剛才的鍋裡 還有些油和豉油在這裡, 是嗎? 這樣就適合了 對 不用浪費了 一來不用浪費, 二來洗少一點 還有一個香味 很好吃 是, 很好吃 不用說了… 讓它大滾 無論是什麼菜都是, 一定要大滾水 因為菜會令它馬上降溫嗎? 不是降溫, 青綠一點和漂亮一點 所以要快, 青綠一點就要快 尤其是生菜和通菜 一定要大滾水放進去 不然它容易黑 這個是一點點提示, 是你不懂的 所以要你說, 你明白嗎? 你不能說不懂就不說給我聽, 是嗎? 你不用說給我聽, 我已經說了給你聽 張志文 通常師傅會把絕招藏給自己 我不是師傅, 所以我不先把絕招藏 明白嗎? 明白嗎? 那完成了 完成了, 現在的時間, 我們看看飯 好… 我幫你拿開這個 好, 拿開這個 布很熱, 很熱 你自己… 快布很熱 收拾心, 你不要直接碰 很熱 沒錯, 好 好像手藏腳鎮 快布很熱,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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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裡, 好 好, 你給我拿過去 我拿過去嗎?不要開 我已經嗅到辣味的香味 辣味, 芋頭, 飯香 可以開 飯之香 行了, 我想看 說到一種… 不好意思, 開得了嗎? 很熱, 看著 是不是很漂亮? 你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用臘肉皮 對, 其實我們已經去掉了 好, 去掉了 你是不是想要油… 為什麼 不是, 臘肉皮 你蒸的時候, 連臘肉皮 在飯裡出的油會比較少 是 先把它蓋住 好… 不要給它… 好, 我們現在切掉 因為這樣切… 是不是斜切片? 對, 斜切片 沒錯 你喜歡吃滋腸嗎? 我喜歡, 喜歡 是嗎? 是 我喜歡吃臘腸, 也會吃滋腸 是嗎?為什麼? 我覺得沒那麼粉 因為我對滋味不太講究 所以… 不是太講究, 因為不喜歡 沒有, 施文 又是很斯文 那你用了什麼臘腸? 這個瘦還是肥? 我用這個切肉腸, 半肥瘦 半肥瘦, 沒錯 不要用攪肉腸, 攪肉腸比較粗 而且太瘦, 也會粗 好, 我們先放在這裡 因為我不想… 一次就放進去 不是, 隨時都會脫開蓋 就是要脫掉 沒錯, 要怎麼切呢? 這個時間你可以要皮, 可以不要皮 我們要辣肉皮 一個辣皮可以吃的, 很好吃 但不會硬嗎? 不會硬的 如果你吃的時候, 你自己咬了肥 好… 這樣就好吃 可以切了嗎? 不要心急 現在切, 這麼心急 不斷吹, 三姐 你很餓 很餓, 很餓 你知道你現在開飯 很餓, 剛才是早點上班 早點煮給你吃的 你又要遲到 你這樣說話 說笑而已 不要告訴別人 怕什麼呢?不要緊, 不怕 別人知道你是乖 乖, 但是遲到 你經常開… 接著你也說什麼? 對, 你來了, 別錯了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不要開玩笑 小心 真的很熱 你連拿起來也… 不, 我要謹慎… 這樣, 好 好, 慢慢來 倒臘腸 倒臘腸 拿開一點, 不要妨礙我 好, 很豐富 蟹得挺漂亮 很多東西 好, 接著把菜放進去 有菜 好 接著你把菜放進去 放進去 醬汁要不要淋進去 稍後 吃先淋 吃先淋, 好, 我預備定在這裡了 準備一會兒一次過拿進去 沒錯, 不要一下子就全部倒進去 現在有鹹有淡, 每人喜歡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喜歡就這樣吃 很漂亮 好 要不要把果然蓋上菜了, 好嗎? 對, 上菜 上菜, 我先把果然蓋上菜 還有一件, 你可以喜歡買一隻雞蛋 日本雞蛋, 好嗎? 好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對, 那你自己喜歡 還有一隻雞蛋 對, 加上一隻雞蛋 這鍋飯呢? 加上去嗎? 你自己喜歡的時候才加, 要蓋的時候才加 我幫你上菜 好 好, 我放進去 這鍋辣味, 做一個鍋仔飯就完美了 真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